国拼最近可谓是站在风口浪尖,尤其是刚结束的日本公开赛和韩国公开赛,接两战国拼就已经丢掉了六个冠军,其中日本公开赛丢掉了最引以为傲的男女单打,以及男双的冠军,而白金站到韩国公开赛, 男拼更是颗粒无收,男单,男双,混双都输给了韩拼,而马上就要开始的澳大利亚公开赛,国拼罕见十几个球员临阵退赛,至于没有经验的年轻球员,而韩拼依然是主力全清,国拼极有可能会继续丢怪,不过可以理解的是,主力们退出奥工是为了亚乐会进行封闭训练,而国拼屡屡在公开赛上失利, 也激起了国拼的斗志,使用在更重要的亚运会在世上复仇回来,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训练成果,国拼这次封闭训练采用了十几年,都没有出现过的训练方式, 那就是男对女的一起封闭训练,以前可能是为了避免求人产生不合适的感情,都是在不同的地方训练,现在这样在一起训练,明显是为了磨练扩双技术配合,也能看出国拼改变,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,现在这么热的天气,国拼竟然跑到成都去训练,为什么要去炎热又潮湿的南方? 四川的媒体抽,是因为国拼把成都当抽了福地,大赛都会选择这里,另外国拼队长马龙,银西该商品退出了报告,明明不需要参加亚运会,但是还是要带商品去成都训练,可见国拼队亚运会的野心,但是网友对福地,一说是很不以为然的,毕竟体育竞技虽然太运气,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教练和球员, 心理问题或者战术解决不了,在有福气的地方也没用,你怎么看,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,打开了解更多